田济退会,出处猎女传,示意,会,贿赂,比喻用给予报酬来收买某人,以达到个人目的的不良行为。 历史典故,田济,战国中期齐国人,深得齐宣王信任,败为相国。 三年后,田济辞光回家,下属送给他黄金百亿。 田济把黄金带回家,献给母亲。 母亲问他说,你做三年宰相,不会有这么多的俸禄,你哪来这么多金子? 田济老实答道,是下属送给我的。 母亲听了,立刻不快地说,做人应注重自身修养,做到品行高洁, 为了要诚实不欺,应不做不义之事,不取不义之财。 如果你要孝敬长辈,就应该尽心诚实地办事,否则就是不孝。 不义之财不是我应该有的东西,不孝之子也不是我的儿子。 你如果真要表现你的孝顺,就把这些金子拿走。 田济听了母亲的一番话,十分惭愧,便将金子全部退还给下属,又主动到朝廷请罪。 齐宣王听了事情经过,对田母十分赞赏,他赦免了田济,仍然让其为相, 而用朝廷的金子赏赐给田母。 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对田母仰慕不已,也称颂田济知错能改的行为。 一个人的良好品格和习惯的养成,离不开亲人的培养和教诲。 在亲人的影响下,你才能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,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, 从而积累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。 亲人的言传身教,时时刻刻都会影响你的思想和行为, 帮助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,让你逐渐走向成熟与成功。